那么HIV针对这个艾滋病的检测呢 我们就是针对HIV病毒来进行检测的 包括这个我们说的初筛的就是HIV的一个抗体 那么我们也要知道就是在艾滋病感染的初期 也就是我们说的窗口期从感染到28天 这个窗口期可能HIV抗体是阴性的 但是我们检测HIV的RNA定量它是阳性的 甚至PR4的抗原也是阳性的 那么这一时期也是能及早甄别出来的 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说如果一旦检测出抗体阳性 我们如何进行确诊实验呢 我们通常来说都要双份血双实验室的同时确诊 那么确诊实验呢我们就会要做到这个核酸 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进一步的这个行别 病毒的行别的一个确诊 那么才能最终确定这个病人是HIV的一个感染者 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